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 不过此时的天气仍旧炎热 只有在下雨的时候才会稍微的降温 带来些许秋凉的感觉 正所谓是一天落雨一天凉 李宗的时候秋蟹肥美 桃克门齿甲流香 但是千万不能多吃 因为蟹类性寒 而秋天相对应人体的是肺脏 由于夏天的饮食 多拌洗食凉拌菜 生活起居又离不开冷气 再加上冰品的蜜来凑去 很容易就造成肺气上腻的咳嗽哮喘 所以此时应该多吃滋阴润造的食物 例如百合、莲子、芝麻、木耳、杏仁、葡萄和苹果 尽量少吃辛辣油腻之物 也无需进步避免增加肠胃的负担 立秋的时候正值各种瓜果类成熟 有些地区就会进行咬秋的习俗 也就是围坐在一块吃西瓜 清凉烧薯谈天说笑 享用最天然的果汁 民间俗艳说 大薯小薯不是薯 立秋楚薯正当属 立秋的时候虽然有个秋字 其实真正的秋凉要等到白露 也就是说必须连续五天的气温 低于摄氏的22度 那才算是真正的入秋 此时盛夏的余热未消 甚至出现秋老虎 所以人们的穿着 仍旧是以轻薄舒适为主 只是早晚偏凉 俗话说早凉五四蒸 清晨的气温几乎都低于摄氏30度 所以晨起运动的长辈们 不妨多戴一件薄外套 才能够避免着凉感冒 立秋是古代的四立之一 立的意思是建立 也就是转折 代表一个季节的开始 所以打从周朝开始 周天子会率领着三公九卿 举行祭祀迎秋 祈求风调雨顺 所谓立秋有雨 样样收 立秋无雨人人忧 此时的降雨 不只是关系到气温的高低 同时也影响着农市生产 因为如果秋雨不足 冬天就容易出现干旱 但是在台湾 却出现完全相反的状况 因为此时的山区 容易出现强降雨的午后雷震雨 而八月份的太平洋海域 台风生成的几率最高 直接侵袭台湾 或者是引进旺盛的西南气流 都会导致暴雨成灾 农业损失难以估计 严重影响到大家的生活节奏 所以立秋的时节 防抬工作要做好 有些肺气较弱的人 会在秋天产生了秋乏的现象 所以医生建议 首先要维持充足的睡眠 还要晨起运动 舒张肺气 也可以登高踏青 扩展心胸 训练肺活量 这样对于身心都有益 立秋的三个误后 分别是一号凉风至 秋风送爽 清晨和傍晚特别的明显 这和夏天的闷热 确实有所区别 立秋的第二个误后是 白露声 在黄河流域 清晨有误 产生点点白露 立秋的第三个误后是 寒蝉鸣 此时阳气正极而栓 寒蝉感觉到阴气的滋生 而开始鸣叫 声音比夏蝉来得悠长期轻 根据历史记载 宋朝的时候 每逢立秋这一天 工人就要把栽种在盆里的 梧桐树搬到室内 如果秋风吹入殿内 梧桐树硬生落下了一两片的树叶 太史官便会记录下来 表示秋天到了 真正因应了一夜之秋 二十四节气是我们祖先的智慧结晶 商朝最初的时候只有四个 到了周朝增加为八个 而在吕氏春秋中 首先看到丽丘 到了汉武帝时期的太初历 正式地记载了二十四节气 此外在商朝的甲骨文中 秋风的秋刺 很像是一只藏身在洞穴里的小牺牲 可见天气转凉了 连小昆虫也发现了其间的变化 武人从造字中表现出大自然的奥妙 真的是生动有趣